勇于接受挑战的江梦达 胡军官设计师 面对不同案例与需求 皆有自我独到设计美学与见解 将建筑外观延伸至室内空间 为屋主带来舒适兼具机能的居家好宅 深夜狭窄的贴间 设计师运用木皮与光带 营造内侃式创意副手 降低贴间压迫感 以黑白凹凸壁面做层次堆叠 让现代摩登时尚氛围 缓缓地由下往上蔓延 今天我们将走进透天措 看设计师如何在狭窄型的空间中 妥善划分格局 同时整合垂直收纳手把 这是一栋四层楼的透天住宅 屋主是三代同堂 方向很明确 他们就是要现代风格 简单俐落 不想要太多颜色的交叠 以及女屋主她有收集 马克杯的喜好 所以收纳的机能 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由于房屋是狭窗型的 我们在格局规划上 客厅跟餐厅分布于左右两侧 中间的廊道隐藏了客房 孝亲房 以隐藏式的收纳柜 去做走廊的修饰 因为天花板里面其实有一只很大的梁 我们用天花板修饰 包覆这只大梁后 把造型延伸到沙发背墙上 这样客厅显得比较宽敞 视觉上也比较有延伸感 设计师利用梁下设置电视墙 作为校清房及功领域的隔肩墙 也透过大面积的食材使用 带出大气质感 而左右两侧利用虚实交错柜体 设计风部空间层次 让收纳与展示间距 沙发背墙则是采用灰色作为基底 白色线条勾的空间利落感 而两侧卧榻也为空间增添修气氛围 接着穿过廊道 又会是怎么样的餐厨空间呢 在餐厨区的规划上 因为我们有考量到 长辈的身高与使用的机能 厨房的柜体上 我们采用电动式的橱柜 让长辈在使用上比较方便 中岛部分我们规划上是以收纳为主 但是我们深度宽度 我们有预留业主 后期可能会购入水波炉啊 或等等的新的家电 另外在餐桌规划的部分 我们做了一个延伸的设计 因为屋主有时候会比较多 上午好友来做客 所以我在餐桌的部分使用了大约30公分的伸缩收纳 餐桌可以收进边柜里 让餐桌与吧台中间的动线比较宽阔 也比较灵活 设计师的心思细腻 也表现在梯间扶手设计上 不论高度 间距及角度上 举满足屋主一家人使用 让透天错设计巧思上更添一笔 在梯间设计上 每一个楼层的楼梯间都一只大梁 大梁下都有一个凹槽 因为女屋主有收集马克别的习惯 所以我们运用这个凹槽去做展示柜 设计师精准掌握空间条件 善用每一个角落 让使用与美感并聚 让空间机能发挥到淋漓尽致 来到三楼设计师又会怎样安排呢 在四天间的规划上 也是有梁柱上的问题 所以我们这一次把梁柱凸显出来 利用这个梁柱让空间一分为二 那电视墙也是做成两个区块 同时把一个区域分做两个 让全家人在同一个空间里 也有不同的休闲娱乐 在市亭间 设计师以增进互动交流作为设计理念 让现代简约却不简单的绷格 让空间的利用率达到最高 在弟弟的房间设计上 因为弟弟是属于比较活泼 所以我们颜色也挑得比较活泼一点 弟弟有很多公仔玩具 所以我在他的床边 电视墙都做了一些成板收纳 往后也可以当成书柜做使用 屋主想到小朋友未来的实用上 比较方便 所以他们在每一个房间 都有规划的更衣室 在姐姐的房间规划上 很清楚地跟我们说 她不喜欢比较粉嫩 所以我们采用了灰阶的色系 延续现代的风格 营造简洁俐落的感觉 在姐姐的更衣室部分 它是属于比较狭长的 所以我们把化妆台跟衣柜 设置在左右两侧 同时我们也在转角 机灵空间设置了一个座椅区 让姐姐使用上比较方便 在书房的规划上 因为男主人喜欢深色的 我们将木皮借由男生 来提升书房的质感 也增加更多沉温的感觉 因为男主人 有时候会邀请朋友来做客 需要一些私人的空间 所以我们在书房里 设置了一个钟导 然后它结合了酒柜 也是一个休闲的地方 主卧的规划上 为了让每一个空间 有不同的变化 柜体上我们使用的几何线条 演化出空间的现代感 主卧以沉稳设设计几何线条 为整体空间 挹注简约而赋予质感的生活品味 我们一直认为空间的大小不是重点 而是在空间动线的安排 结合设计与机能 无论是居家空间还是商用空间 帮屋主在有限的空间内 做最完善的规划 江梦达胡俊冠设计师 会整全家人生活习惯和收纳需求 妥善运用任何空间角落 运用线条展现空间本质 落实屋主对美好生活的空间想象 想看更多江梦达胡俊冠设计师的精彩设计 请上网搜寻设计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